相信说起张一山和杨子大家都在熟悉不过了 他们两个人在娱乐圈当中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两位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明星 他们二人都是同心出道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是通过《家有儿女》这部电视剧 他们饰演的流星和夏雪几乎是我们统年的记忆之一 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欢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年的夏雪和流星也都长大了 一个是公认的男神 一个则是女神 不得不说 两人还真是挺有缘分的 原来他俩从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同班同学 难怪多年下来感情一直那么好 而且他俩的友情已经胜似亲人一般 只要一见面就是相爱相杀 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哥们儿 时常被拍到两人开心的聊天 活动中 张一山也会细心的帮杨子提裙摆 在面对采访的时候 两人更是互抱丑料 逗得不行 真是一对欢喜原家 如今两人已经打打闹闹走过了二十多年了 张一山凭借于最成为娱乐圈新生代演员中演技派的代表人物 而杨子也凭借欢乐颂成为当红小花 很多网友都觉得两人十分般配 纷纷高举两人的CP大旗 但这却是不可能的事 两人事关系则是友情之上猎人未满 再一次张一山在采访中被问道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杨子 当时他脱口而出一句话 那要看他什么时候嫁给我 其实大家都知道张一山这句话是开玩笑的 但是从这句话中 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担当和霸气 也可以看出张一山跟杨子的感情 非常牢固 而且像是兄弟之间的 完全不存在会走在一起这个问题 张一山杨子都有点大大咧咧 但对于彼此还是很上心的 每年生日准点的祝福和礼物 这段多年的感情也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回忆 相信以后回想起来 心里也会有无数的感动 现如今的两人都处于单身状态 许多人都想要撮合他们在一起 以此张一山就被问道 你最希望杨子嫁给谁 很多CP粉的人是希望张一山说杨子嫁给自己了 不料张一山接下来的回答 让网友直呼着也太甜了吧 只见张一山直接说 他希望杨子能够嫁给喜欢他 并且他自己也喜欢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嫁给爱情 不得不说张一山这个回应也是相当高情商了 网友纷纷表示又被甜到了 数数年头 距离家有儿女开播已过去17年 90后的观众们也伴随着这部轻松愉悦的家庭喜剧一同长大了 张一山和杨子也在17年中各有收获 也许结果未能十全十美 但我们童年回忆中的流星和下雪一直陪伴着每一代的小朋友 度过每一年炎热的夏季 杨子和张一山两人的相处状态让人感觉很舒服 不刻意 不做作 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 分享过很多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希望这十几年的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也祝愿他们在以后的道路越来越顺利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